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遇到美丽大发的她 两人又会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 说话呀 然后谈吐 性格方面这些呢 也感觉比较可以 如果今年可以 我们今年就可以结婚 可男嘉宾究竟做了什么 让女嘉宾情绪如此激动 她提出这种问题 哪个回事顶到她吗 我觉得好脆哦 她的想法的时候 我们都感觉还不能理解 对女嘉宾印象大好的她 又为何会态度逆转 如果是100分 我感觉可能要口30分了 女嘉宾究竟有着怎样的过往 令男嘉宾如此动作 打开她里面的形成 因为她这个故事 就是非常不一样 跟其他不一样 因为我还是尝试去给她一点温暖 男嘉宾的奋力追求 又能否挽回女嘉宾的心难 凡人游喜 我们等你 爱情快争取 我也不放弃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凡人游喜 我是叫特别人一南 首先要感谢至安一生 幸福一世 感谢周志福 珠宝我们节目所提供的奖品赞助 如果你想参与到 我们节目当中的话 除了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68615868之外 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 二维码登录 珍爱网进行报名 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这位女嘉宾是一位 长发飘飘 颜值很高的女生 而且她的情商和对 未来的这个规划 都是一位非常栖息的女嘉宾 她对她的另一半 也是很有要求的 接下来我们先通过 一段视频来了解一下她 S4你好 大家好 我叫李斯 今年23岁 然后我从事的职业是 那个私营店主 然后自己在做手机壳 添膜 然后还有手机维修这些 然后一个月的收入 月收入大概就一万左右吧 本期交由女嘉宾 李斯 23岁 身高一美六三 职业私营店主 月收入一万元左右 婚姻状况 未婚 外形青春靓丽的思思 对自己的人生 也有着很清晰的规划 我就是一个对生活 就很严苛的人 然后做每一步 然后都有自己的打算和目标 我的人生做游民就是 没有目标的人生 就是漂泊流浪 有目标的人生 就是保驾护航 然后我就有打算 就是25岁之前 然后就一定要结婚 然后27岁 然后就一定要生小孩 因为不想就是高龄产妇嘛 然后对以后就是孩子不是很好 就为了就是有更好的身材 然后我也对自己有一个 就是比较严格的要求 就是我都会固定就是去健身房 然后健身 好 然后也有学过就是桃月秦超嘛 然后有学过琴 就是弹古增这样 就是自己在家里面 然后也有画画 那么对自己要求如此严格的思思 对于找到另一半 又会有怎样的要求呢 我对另一半的要求就是要70以上 然后对人生有目标 有追求 然后对自己的事业 这些一定要有一个很好的规划 还有就是会关心体贴我 女嘉宾则有要求 一 身高1米70以上 二 对人生有目标 有追求 三 要关心体贴自己 各位观众 晚上好 欢迎收看今晚的凡人游戏 我是正安 网关心桥店请赶国文飞逃 我们的女嘉宾是一个对生活很严苛的人 我一听到这句话就觉得 妹子你是跟自己有多过不去啊 果然妹子的人生计划就是 25岁一定要结婚 27岁就一定要当妈 要避免高龄孕妇的风险 但是妹子我必须告诉你 人生就是一个不断应对变化的过程 变化真的比计划要快多了 必须学会随遇而按 而不是说我的计划必须几岁几岁干什么 当你确定人生必须这样过的时候 人生往往会跟你开玩笑的 所以放轻松 妹子 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 是想找到一个跟你一样志同道合 而且对人生有非常清晰的目标 和追求的男生 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 编导为你找来的这位男嘉宾 是否符合你严苛的要求 欢迎我们很粉很粉的思思 很漂亮 确实是 今年是23岁 23 对 我觉得她其实 在跟我们之前交流的时候 她的这个年纪和她的这种规划 我们看起来不像是这个年纪的姑娘 今天我们这位男嘉宾呢 我先简单地给你介绍一下 因为我们要抓紧时间 从南平出发到这个渝北 所以呢 路途上有一些时间 怕堵车浪费时间 她自己呢 有一间这个发廊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先去车 去往渝北 节省时间 路上聊 好好好 好 我们现在呢 是带着我们的女嘉宾思思 去到渝北见我们的男嘉宾 因为我们思思一直是一个 非常有独立主见的一个女孩子 也非常清楚自己未来的规划 那在见到男嘉宾之前 现在心情怎么样 心情有一点点小紧张 小紧张 在跟思思寒暄了几句之后 关于男嘉宾的职业 我们心中也有着这样的一个担忧 很多采访过的嘉宾 他们其实会比较担心 就是说发型师这个职业 会不会不太安全 就是因为有很多美女啊 经常上门剪头发呀这些 你会担心吗 我不会 为什么 因为我对自己比较有自信 就是说能管的怎么都不用管 不能管的再管都没用 是吧 对对 最想了解的是什么 最想了解的呀 就他目前的一个 就是对未来的规划 比如说他自己的店嘛 现在是和朋友一起的 然后会不会开分店啊这些 你比要看重他未来的这块发展 对对 就是你做什么职业我不在乎 但是你必须要让我看到 然后就是一个未来 然后一个憧憬这样 接下来呢我们去见到他之后 我们慢慢地去了解 去发现 看看他未来是什么样子的 看来美丽自信的思思今天是由备而来呀 不知道咱们今天的男嘉宾能招架的住满 好 现在我和女嘉宾思思呢 已经来到了位于于北天湖美镇 我们男嘉宾工作的这个地方 他在旁边呢 有一家自己和朋友合伙的发廊 好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跟他打电话 我觉得为了让你们有一个缘分的联系呢 你可以冒充一下我们工作人员 来给他打电话 让他听一下你的声音 没接电话 你好 你好 康林吗 你好 我们已经到了 我们到了 到了 那个位置你现在是我们是选拟大阵 我这边就是那个天湖美镇 你和我们打的留言 有一个那个童军阁大阵房 童军队大阵房 那你们是远程不停到那边吗 就停到这边 我过来找你们 那好的 那我们就在这里等你们 听到他的声音觉得他怎么样 热情还是有的 就不知道他是紧张还是什么 就一开始他都没有说要主动过来 接一下我们或找我们的 一直在问地方 对对对 所以看出来了吗 美女都喜欢有主见的男士 我不知道我们的康林待会儿 会不会表现好 希望你们见面有一个好的开头 我要不要让一个缝隙 看看走路带风的男主角 哈喽 大家好 我叫康林 今天24岁 身高17岁 现在目前从事美发工作 现在在金科天湖美镇 这边和朋友一起合作 开的美发工作室 现在目前收入大概是8000到1万左右 本期交友男嘉宾 康林 24岁 身高174 职业 理发店老板 月收入8000至1万元 如果我给我自己打分的话 十分之外 我给自己11分 还有 再有我的优点的喜爱是比较多 因为平时也不抽烟 也不合修 我是同僚人 现在一直在重新工作 已经五年多了 现在一直在重新发展 以后打算还是来重新顶绝 买房子 在天赋美镇那边 其实我这个人 还是比较随和 比较开朗那种 不是那种很冷向那种 因为我觉得人 一定要每天要开朗一点 不要活得那种太累了 我今天来是为我的心意的另一半 如果也是 让我们踏上彼此故事的开始吧 女嘉宾在外贸要求上也不是太高 只要看得过去都可以 也不要太无知了 我觉得现在现实社会 虽然是无知这个东西 但是太无知很了 也对两人相处也不是那么好 所以我觉得女嘉宾温柔一点 还是比较吃假 男嘉宾则偶要求 一 长相一般 二 不要太物质 三 温柔贤惠有效心 好 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男嘉宾 男嘉宾给自己的评价非常的高 满分是十分的话 他要给自己十一分 天哪 男嘉宾 你顿时给我一种感觉 就是你对人生的期待和要求 都非常的高 跟女嘉宾一样 但是你们两个呢 都还是太年轻了 不太懂得人生的真相 到底是什么 但是没关系 我对你现在已经非常好奇 你成功地引起了我的注意 现在请开始你的表演 我想知道你到底为什么 给自己十一分 哈喽 你好 你好 姐姐 姐 四 四 姐姐 你好 她正开眼上 你好 好 来 我是一楠 这是我们今天的女嘉宾思思 你好 廖门 我说话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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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康连 你好 你好 你叫康连 你可以叫我 就是他们俩我说的很奇怪 就是像有牵手一样 感觉她这个人呢 感觉她这个人呢 还是多数以后的 绵绵绵绵绵地看起很快 是我心目中来以为 觉得她也是精心打扮的 然后人呢 看起也蛮精神的 然后说话呀 然后谈吐性格方面这些呢 也感觉比较可以 就比较积极 然后比较开朗那种内心的 好 现在来 既然来到你工作的地方了 你是最熟悉的 可以 我接下来就把思思交给你好好的 开展今天的活动有什么安排没有 有 有 肯定是没有安排的 要不我们现在把饭吃好了嘛 现在 现在已经到饭了 有个鱼消灭 消灭了 什么 你喜欢吃饭的 你喜欢吃饭的 为什么我告诉我我闻呢 你喜欢吃饭的 吃饭的 吃饭的 我看得到哪里呢 我就吃饭的时候吧 她也问了就我要吃饭 然后还带我们去吃小面 然后就这一点 我觉得不是特别好 男嘉宾的安排显然让思思有些不满 接下来男嘉宾继续带着思思 寻找着能吃饭的地方 把我们带着这边 然后走了很远 然后感觉她也没有任何准备 就感觉她这些地方 坐得不是很周到这样 没有计划 转了一把转 不晓得是啥子 我问她 她也不晓得 因为我们后来就转了 感觉直接有点紧张 一番寻找之后 终于选到了合适的用餐地方 接下来男嘉宾 你可要好好把握机会 改变女嘉宾对你的态度才行啊 我现在主要是还是 就是找一个比较那种 比较踏实的那种 我觉得你也种还是比较好 我啊 你也种我感觉 我感觉像那种很踏实那种 平坚远 平坚远 我感觉你比较 我感觉对的那种 感觉 有句话实际上说 遇见你真好 哎呦 谢谢 你能不能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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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开心踏到你 天哪 然后你非常好 我一直踏到你 一直踏到你 不不不 开玩一下开玩 好吗 你长真的 你这个人太幽默了 太幽默了 没有没有 我都觉得大家 都是第一次见面 然后都说 他提出来这种问题 哪个回事顶到他嘛 我觉得好踩啊 他的想法的时候 我们都不 都感觉还不能理解 他关事有点不好意思那种 在接下来的时间中 我引导他一下 给他多余的照顾 非常自信的男嘉宾 安排了女嘉宾中午吃什么 在听到人家说 我不想吃面的时候 还积极地推荐 我们去吃那个小面吧 天哪男嘉宾 你就是这样没有女朋友的 你知道吗 人家女生都说了 自己的意愿是什么 为什么要拧着来呢 后来千辛万苦地 终于找到了一家 管子落座以后 男嘉宾又要求人家一调 你看着我 你看着我 男嘉宾你真的不是 帅结人寰的类型 这一点你知道吗 看着你并不会引起食欲的 如果你对自己 没有这么清醒地认识的话 我觉得女嘉宾 对你的好感程度 不会如你想象的那样 达到十一分以上 相反会严重减分的 大家还那么年轻 请不要这么油腻好吗 原本是想开文笑 缓和两人出见时的紧张氛围 却没想到弄巧成拙 让彼此之间产生了小小的误会 而接下来 思思也开始讲述起了自己 对未来的规划 我现在二十三岁嘛 然后希望二十五岁可以结婚 然后争取在二十七岁 那种浪漫的经历里 然后就可以了消化 而且我做浪漫的话 我觉得比如说几年之后 然后你要做到哪种哪种 然后反正就是一个规划 一个小目标 然后大部分 大概的规划是要有的 它实在是挺多于主见的 可能它是有点的 性格上可能是 可能至少把我买得到 可能以后 大概就要是把你拔到这儿吧 喜欢的可以 这个我觉得一个女孩子 如果是有点强势那种 说明她自己是强一个女强的那种 比较独立 比较有主见 我还是多喜欢那种女孩子的 因为我现在也差不多 现在房子是在那边 就是重庆那边 应该那两人得打算 还是买一套房子 因为我家里面 也没有什么时候会 你打算未来买好的房子啊 如果是以后肯定是结婚 结婚的话有小孩 至少是三十一天才 差不多一百多一个嘛 如果今天可以 我们今天就可以结婚 你房间如果是 我们如果有缘分的话 你不用担心以后 那种经济负担啊 或者是生活上的一个状况 我会用的东西说 反正你以后如果 我们以后聊的话 你以后随便找个工作回事 反正你比较轻重 你比较好刷的都可以 那个你不用担心 在描述了自己 对未来的规划之后 男嘉宾在接下来的聊天中 聊起了自己的工作 更是激情饱满 我现在非常喜欢我这个工作 没法的事 我感觉没法的工作 我找到了我自己 那种生命的一个 那么难的一种 如果你厌倦到生命 你可能会厌倦到这个东西 我平时喜欢唱歌 唱歌啊 偶尔还跳舞来行 你还唱 你看 这才可以啊 哎呀 一般吧 一般 Michael Jackson 对 对 对 要不我现在放旁边 要不要我做个动作给你们看 关键我的视频 就在里面 我现在做个动作给你们看 不跳 我可以可以 因为我心里面确实非常喜欢他 因为看他第一眼之后 感觉已经改善了他那种感觉 整点我内心化 因为我还是 接下来的时间 我肯定更加地 对他追求到底 我可能说话呢 是吗 说得比较少 然后男嘉宾他都一直主动 你找我聊天 说话呀 还主动跟我加菜 我觉得这方面 他做得还是比较好 有之前 今天把女嘉宾拿下 OK 两人对彼此的印象越来越好 在用完午餐之后 男嘉宾也准备带着思思 到自己店里去看看 一路上更是心情大好 对着女嘉宾唱起了歌了 但我听得到我必须要送给你们 好 那你寻吗 你寻吗 我原来 我许不是 我许不敢问 我许不敢问 不想你 天后来 玩声说梦话 唱得快乐 唱得快乐 我比较喜欢那种 前面一点点 比如说 明明眼中 都走着着你扶我旁 是错文不对 长完是长 让你长 虽然笑我奔放 始终 想想 什么是刚 是非有功力 声音没没翻的样 一声南风雨 有太阳张 谢谢 谢谢 这是什么 我是送给思思小姐 你唱 唱 谢谢 谢谢 唱 净醒了 没得 你净醒了 你净醒没得就是 我必须要唱到你净醒的位置 不是唱的人净醒吗 我们只是听着 你想听哪种 你想听哪种随便点 我是点都行 没有 没有 你随便唱到 想唱都唱 你们点在哪个位置啊 点都在前面一点点 还有好远啊 是不是两点哪里啊 不是 前面在这 我看到哪个在转那里啊 两面 是不是 在这一面 好 往左边看 一进到店里 男嘉宾也是迫不及待地向自己的同事介绍起思思来 这个是你为了的兄弟媳妇了 我的 这个叫思思 你看思思是谁 你好 这个小猪 你看猪狗在哪里啊 你好 你好 这个是思思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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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你同事啊 怎么样 你看 非常好 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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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一眼看到 我第一眼看到 思思之后感觉 就是从我心目中那种 那种感觉 就是很忠于累 看出来他还外向 然后比较活泼来着 这也不是开玩笑的 是我说的真实话 确实 说起男嘉宾来 朋友对他也是赞不绝口 就连店里的顾客 对他也是连连称赞 男嘉宾直接 可以的 我看他那几点了 为了我心的 心水扇 心水扇扇 也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 一点都是带 干脱收到 把生意 扩生一下 一扎上一看 晚上一看 就出了吃饭的时间 受到鼓舞的男嘉宾 更是拿出了 店里的会员登记册 让女嘉宾翻阅 这次我们的这个 会员卡车 已经差不多有 从一百开始 差不多七百六十三了 差不多有六百六百个老会员 这是固定固定固客 像你那个 反正人流量啊 反正现在住在那边啊 经常都是老固客 反正都是固定固定的 小区里面都是这样 原本以为同事和顾客的神助攻 能让思思看到男嘉宾 在工作上的能力 从而使得两人之间的感情 进一步升温 可没想到思思的态度 却让我们始料未及 他们那个店嘛 然后就是有点小 和我想想的处处还是有点大 在店里面啊 感觉都有点 就是甚至有点转不过来 然后比较拥挤 然后他们那个店比较小 而且收入不稳定的情况下面的话 就是说对我们以后的话 也不会就是说太稳定的感觉 也不会让我觉得 对于男嘉宾的理发店 思思似乎有些不满 而另一边 男嘉宾也准备开车 带着思思去附近的公园 约会散步 大型相亲活动开始了 只要你是诞生 就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的 小红娘官方微信二维码 报名参与活动 活动现场 优质嘉宾资料任你查 活动环节 只要你敢修 奖品跟你走 最真实 最高效 最优质的交友平台 凡人游戏 三月三十一号 重庆百年南岸上海城购物中心 牵一条因缘线 走一个桃花年 报名时间 即日起至三月二十八号 活动时间 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号 活动地点 重庆百年南岸上海城购物中心 一楼中庭 欢迎有喜 我们等你 好 刚才那个地方呢 我们是觉得太拘谨了 吃了一个饭 看了一下男嘉宾工作的环境 我觉得一个男人在工作的环境当中 他的朋友 他的同事 包括他的顾客 能够对他有这样的评价 还是 我觉得从侧面一个方向看 还是不错的 当然女嘉宾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可能也给你提出了一点小小的意见 但是我先卖一个关子不说 因为他是一个非常自信的男嘉宾 今天的开始他就说了 有没有信心追到女嘉宾 他说的是非常有信心 有 有之前 今天把女嘉宾拿下 OK 现在还是有啊 当然啊 那要不要用你炫酷的舞技 来表现一下你现在 对女嘉宾此时此刻的心情 可以 来 他在窝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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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对着你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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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月 それ taxes 拿 Jinx 花 ャニ They ik Bun 我也 employed 生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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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damn love in the mind 我觉得刚才我们男嘉宾的 这样一个表现 评价一下 很棒 跳得很好 谢谢 你要知道 有这样一个人 可以在这样的大庭广众之下 跟你表演这样一个节目 我觉得也是挺不容易的 好 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这也是你自行的一个表现 接下来要给你一个 完全释放的空间 去跟女嘉宾约会 那边有商场 这边有公园 到处都是可以让你们两个人 二人世界的地方 所以 好 应该有信心 好 来 有信心 看得出来我们的男嘉宾 是非常地喜欢女嘉宾 所以他为了拿下女嘉宾 也是使劲了浑身的解数 第一步就是唱歌 眼巴巴地盯着女嘉宾唱 也可以说是歌金本金了 但是那个粤语歌的水平呢 也就一言难尽 我建议男嘉宾 可以多去练习一下 粤语的发音 然后再唱粤语歌 听起来真的 当然如果是本着 让女孩子开心这个角度的话 那我觉得是对的 女嘉宾是笑得 真的是可能连话筒都要拿不稳了 第二步呢 男嘉宾就是用的是 跳舞舞艺 说真的 舞艺比歌艺好很多 尤其是远景的时候 我觉得男嘉宾 你跳舞很自信 而且舞姿也非常的潇洒 只要不拉大特写 来点那种耍帅的表情的话 可以说是比较完美的 既然这么努力 女嘉宾是不是对你的这些 贡献的才艺非常领情呢 我们看一下女嘉宾 男嘉宾炫酷的舞蹈 让我们看到了她的自信 可恋我们没想到的是 就在接下来的约会中 思思对男嘉宾的态度 却一直是不冷不热的 你来过这边没有 这边很少过来 很少过来 有时候出来上海部啊 那边空气一些 环节是多好的 那边风景挺美的 你平时心不喜欢出去刷呀 比如说女友啊 你平时心不喜欢的 我又出去刷 又出去旅游 最远的地方去到哪里 最远啊 最远应该是广州吧 比如说鱼鱼啊 你游戏听不听懂啊 游戏会能听懂一部分 我忠于累啊 累忠于我 听不懂 不可能 让我翻译找我给你 又翻译 又翻译 有没有缓高话题吗 嗯 嗯 不认为是我看错了 还是 他描述错了 他说他的性格是外相 但是我感觉 我随便从哪一点看看 就都看不出来 他是外相那种 好像今天不带状态 感觉还是一种 比较模糊的一种 那种状态嘛 淋漓两口那种 其实我觉得你有啥事 比如说有要是想法 或者是有要是 可以给我说 没什么 你没有说的 你觉得你是觉得能看吗 你是觉得能看 原本是想让两人 在公园里散散步 好好了解一下彼此 没想到女嘉宾的状态 却始终表现得很消极 这也让此前一直充满自信的男嘉宾 也有些打起了退堂口 如果是一百分 我感觉可能要扣三十分 因为我觉得 那个说呀 我是跟他表达 他现在感觉 因为我是比较喜欢那种 比较贪嗔 比较真心那种 有啊之就说啥之了 那种厉害之 但是我觉得他现在 不想聊书 不想聊 我那个交谈那种 感觉他不聊书 有一点那种沉淀了 思思的心不在焉 以及男嘉宾 对思思态度的转变 让节目组为两人 今天的相亲捏了一把汗 为了了解女嘉宾的想法 我们也决定单独采访思思 了解情况 好 刚才我们的女嘉宾 在和男嘉宾 公园约会的时候呢 整个过程当中 我们是在旁边观察到 好像有一点点的不开心 愣愣不乐的感觉 是有对她不满意 还是不想再继续约会 就觉得不是很合适 从哪方面呢 就到她店里的时候 然后和我理想的 然后有一些出入 而且比较大 就是她店里比较小 就是刚刚我们在里面 然后几个人都转不过来 那是因为人家店里 有生意才转不过来 不是 就她那个店特别小 然后一开始进去的时候 都没注意到 就是她那个店在那个位置 然后我一直以为 就是说她的店 是连锁店那种类型的 像我的话 都是对自己要求这些 然后都比较严苛 然后对自己的未来这些 然后都是有一个 很细致的就是打算这样的 然后就是她让我就是 怎么说呢 就不能感觉到 特别明显的有一些希望 比如说我想要的 几年以后 是什么 什么样的 她的事业要达到一个 怎么样的发展这些 但是她不能给我 一个确定的未来 其实我觉得呢 就是我们不一定要 在23岁这个年纪 那么急迫地 想要去规划 我们的未来是什么样子 真的是 计划永远没有变化快 思思 我在23岁的时候 我实话 我没有想过结婚 但是我真的就是一个那种 急功近利型 因为我是一个急性子 我觉得我的未来 要怎么样 怎么样 怎么样 可是我现在32岁了 我也过得很幸福 但是我也没有按照 那个时候的路去走 但是我回过头来 那个时候 我是不是应该 更好地去享受 当下的阳光和爱情呢 在特派别的宣导下 思思也逐渐敞开了心扉 我从小就跟着我妈妈妈 然后我们家是单亲家庭 然后从小就是我妈一个人 把我拉扯大 然后我妈就希望我在25岁之前 然后就结婚 她的一生的话 就过得不怎么幸福 然后她希望我以后 找个好的男朋友 然后对我好的 所以她觉得25岁是年纪 最房间的年纪 一定要在这个时候 找到一个好男人 过了就找到了 对 就因为之前发生这么多事情 然后我对自己 就是要求嘛 然后才这么严苛 然后找男朋友 才那么谨慎 然后希望自己以后 少做弯弱 原来是因为家庭的原因 才导致的思思在择偶上 显得如此谨慎 不知道男嘉宾 在得知这些情况之后 又会是怎样的反应呢 这个姑娘呢 就是单亲家庭长大 她不希望她自己的女儿走老路 而且可能她的这种传统的思想 就是认为 姑娘一定要25岁结婚 25岁之后就找不到好男人了 你的青春就逝去了 她的理解是这样的 所以她在考察你的时候 实话实说 刚才为什么我一直保留着 没有说出来的一个 她一直就很纠结的问题 就是今天去到你店里 她觉得落差很大 因为可能这个女孩子 她觉得你开的那个店 可能是那种 很大那种 对 然后 打死完了 其实打点了 之前我也看过 现在打点不一定 比小点赚钱 那个理化点没法行业 是 打点现在 像你之前 像那个 永勤小姐 之前的人和那边 他们也有 现在人家 本都保不清 我要知道 因为你开大闹 第一 员工 第二 人家资金那些 比如 比如说 如果不销售那些的话 不销售其他产品的话 绝对赚不到钱 小点因为我们小姐 是做回头可以 做到回头可以 因为你们之前 很尚未听到 比如我们那边 口白比较好 所以我们 我住了很多年 在哪个地方 移植在哪个地方 住了差不多六年了 都没有还 从来没还 你要知道 女孩子的两年 和男孩子的两年 在青春的定义上面 真的是不一样的 她很有危机感 她觉得我25岁 一定要结婚 不然妈妈会失望 家人会失望 我又一次的失败了 所以她很谨慎 再加之 她看到你这个理发店 和她心里面 预期的这种 还不太一样 你要知道很多 嘉宾来我们这个节目 她做好心里铺垫 是觉得 我真的可以 找到幸福的 所以她才会有 这种落差 不知道在得知了 这个原因之后 男嘉宾是会继续 追求女嘉宾 还是会放弃 当知道了她的女嘉宾 那个之前的事情之后 我还是觉得 我应该去尝试 还是因为我心里喜欢她 还是应该尝试 追求一下她 发开她的意念的心结 因为还跟她 她的故事 就是非常不一样 跟其他不一样 因为我还是尝试 去给她一点温暖 为了打消丝丝的顾虑 男嘉宾也是 主动邀请丝丝 到自己另外的 一个理发店去看看 一路上 也是不断地 向丝丝解释 我刚才去看那个 是开了差不多五六年 那边是去年才开的 和朋友一起 我为了只 我跟你说嘛 我为了只不一个人 去完全找我自己去 完全自己投资 那只门 因为我不是缺了个 缺了点资金 因为看你把人说 要不得好得下 就是为了只 因为你如果本人 你不去管理 自己的经营点的话 你如果喊别人来管理 人家如果没入锅的话 他不可能跟你 很那种经历 很进行 你如果分一层锅 跟他分两层 他感觉是直接 也有里面 直接有骨粉 他肯定 你想要自己的东西 他肯定 还是要负责了多少 是这个意思 好 现在呢 我们是来到了 这个赵姆山的 另外一块地方 我们的男嘉宾呢 在这里还有一家店 也是和他们朋友 算是河谷 我们可以进去看一下 这边的环境也很不错 我希望女嘉宾 能够改变这种想法 因为实际 我了解到的情况 这一块地价都不低 好 我们来看一看 你看一下嘛 先 感觉会风格 你给我提点剪一下 那里没什么好玩 会死 死人可以 别人剪一下 以前都可以 都很 都很清楚的 挺不错 挺好的 那个风格 你觉得感觉是哪种风格 就比较显代化 然后有一些床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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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有床 你看到男嘉宾 就是的新店嘛 我觉得男嘉宾 还是很不错的 就是他新店 是他自己装修设计 然后店里面的装修风格 然后也比较有新颖 挺好的 然后店呢 也比较干净 我觉得这个男嘉宾 还是很有上进心的 通过我们今天一天的接触 从早上到现在 我们来到了赵母山这一块 看了男嘉宾的工作情况 实话讲 男嘉宾是一个特别活泼的人 我觉得你特别适合 干你这个行业 能够让老顾客 站到镜头面前 无所畏惧地帮你打广告 我觉得这是你的一种 个人魅力 二十几岁的小伙子 我觉得真的挺不错的 小姑娘呢 从开始到现在 我们的思思 好像心里面 都有很多的心事 我也跟你讲了 她的特殊原因 每一个姑娘 可能对未来的憧憬 都不一样 我觉得这是一种要求 对自我要求 所以今天 当我们所有的 努力工作做完之后 最后的牵手是否成功 我们就要把这个机会 交给你们两个彼此了 所以男嘉宾 有什么想说的 现在抓紧机会 说实话 还是多喜欢你的 多在意你的 因为马上就要分开了嘛 我觉得 可能你对我 还了解的还不是很多 如果接下来你愿意的话 希望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来慢慢了解你 走进你的生活 这个礼物啊 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因为是我晚上 小午的时候 你不知道的情况下 我偷偷出去 赚了三大钱 从那个公园一直赚 赚了 我不知道哪个东西 是在哪里买的 所以 我后来我都感觉 一定要给你买到 你在我心中 其实 还是非常重要的 打开一下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是什么 这是 这是一把书子 我是做美发的 因为我热爱这个美发工作 第二 因为书子的语音也是 我对你这种 十年了 希望你以后看到书子 都能够想起我 好 不好意思 我要适时地打断一下 我第一次看到 有男嘉宾送这种红色的 非常精致的书子 给观众看一下 真的很漂亮 思思 这是她的心意 也是愿意 让你跟她在一起的 一个表态 所以 要不要给男嘉宾 这样一个机会 最后由你决定 如果你愿意 请接过 她手上的 这样一份礼物 如果不愿意 那么 请转身离开 明白吗 嗯 我觉得她那个人就是 还是挺 就是挺不错 然后挺有诚意的 也是一个很好的人 嗯 但是 就可能是因为 今天一天相处下来 就吃饭时候 一些小细节吧 就 感觉 不太合适 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 我是战王 关桥练情感 过温飞逃 我们的男女嘉宾 最后是没有牵手成功 在这里呢 我觉得有四个字 要送给我们的男嘉宾 那就是用力过猛 大家可以看到 她今天的所有的表现 吃饭也好 唱歌也好 跳舞也好 最糟糕的是 在店里面 去跟她的兄弟说 你看 这可能是你未来的兄弟媳妇哦 你要知道 对于女生来讲 我跟你不熟 我就是你的谁了吗 这种口头便宜 你站了以后 会让女生非常的反感你 所以男嘉宾今天 尽管非常努力 但是方向是错的 到最后女嘉宾 对她的好感 没有累积起来 哪怕是男嘉宾 最后还给女嘉宾 展示了自己的新店老店 可以看得出 男嘉宾对未来 是有规划的 而且也是一个工作 非常努力的人 但是已经无法挽回 这个大势 那么女嘉宾 这种类型的女孩子 她喜欢什么 类型的男孩呢 男嘉宾 你有看节目的话 你注意听 她喜欢的是那种 对生活非常有规划的 你要告诉她 你打算什么时候买车 什么时候买房 什么时候安排孩子去上学 你们的孩子将来 会就读什么样的学校 然后她会怎么样 规划你和她的人生 你们将来什么时候 会换到你们想住的城市里去 你们一年有几次旅行计划 你会给她买多少个包 等等等等 她就是喜欢这种 把人生的大账小账 算清楚做好的人 你不能说这种人不好 她只是跟你 是不一样的人而已 如果你想追求 这样的女生 你拿出你最理性的一面就好 之前的那些油腻的展示 真的可以去掉了 尤其是唱歌 拜托 不要再唱粤语歌 谢谢 把这把梳子留着吧 我觉得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发光点 我刚才在跟那个 我们的编导聊天的时候 我说这个男嘉宾很可爱 愿意把自己 最真实的一面展示出来 而且她最好的一面是愿意 听取我们给她的这种意见 一步一步地去争取 我觉得这个过程很重要 即便是没有成功 所以 所以我相信我们这样一位 可爱的 帅真的男嘉宾 在这期节目播出之后 一定会有一个适合你的女孩子 来到现场 甚至有可能 她会直接来到你工作的这个地方 来寻找你 所以这样一份礼物你要留好 有没有这个信心 有 好 所以大家记住我们的热线电话 68615868 这样一个热线电话号码 为你留着 如果你觉得咱们的 这位男嘉宾不错的话 热线电话 等待你的到来 所以我们的红娘 一直为你牵线 记住凡人游戏 同时在节目的最后 我们要特别感谢 志安医生幸福医师 感谢周志福 周宝把我们节目 总提供的奖品赞助 如果你想参与到 我们节目的话 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 二维码登陆真爱网 进行报名 记住我们的口号 爱情号争取 我也不放弃 凡人游戏 我们等你 凡人游戏 我们等你 她是阳光乐观的IT女 希望找到这样的另一半 希望她对生活品质 有一点嘴吵 却在相亲时遭遇 这样的尴尬状况 一号男嘉宾一夜未睡 满脸卷容来相亲 然后跟他们来家看点眼 然后有过交 身上有点粥 我整个是很像秦星 二号男嘉宾错把闺蜜 当女嘉宾 现场气氛尴尬 有一点 有一点生气 而且还被我听到了 面对这样的状况 他们各出其招 希望能扭转局面 你住的像自你 我住了一间公寓 为了相遇 你不期而遇 我们的兄弟会 阳光甩起 有根子 彬彬优地 诚实受寻 待人整诚 居家豪蓝人力鼻炫 一号男嘉宾的歌声 有没有打动女嘉宾 亲友团的助阵 能否改变女嘉宾的心意 最终女嘉宾行归何处 凡人游戏 下期为您精彩呈现 你要我闭上眼睛 想笑 有我看不见的 一个远方 你说的确实乐远 要用心去游览 这种说法多浪漫 心在飞 路很长 我们是彼此的 避风港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